我們有幾位人士抽了名字出來 但未有機會發言 剛才發言進行中的時候 是王麗娟女士 如果在這裏 待會我們工作人員給我女士 請她再說一次 因為剛才會場大家比較冤枉 所以我們希望再有一次機會 聽王女士的發言 然後是蔡文雄女士 然後是洪秀雄女士 然後是莫坤仔先生 好 現在先請王麗娟女士 我是一位家庭主婦 我今晚有機會在這裏發言 多虧那幾位辭職又回補選那幾位議員 才能搞到這個論壇出來的 我想問一問那幾位議員 他是民選出來 他是代表他的選民的 但他每一次 進入到議會裏面 開會和那些市民爭取 討論的時間 他一進去幾分鐘 他就扔東西了 扔完東西之後就走了 他哪有機會在裏面做事 還有他怎樣和他選那些選民出來交代 還有他 陳松松很壯的事 還有我 陳松松很壯的事 文德國那時說民主 您好像在我看那裏面 你只是說 我們有人來講 你你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你們這些 現在都是第一條生意 你們常說證取民主 那我一百年多 我才可以見識到今天這樣的長編 我都未來過這樣的地方 幾十歲才有他的作用 我趁著我兒下的人生 我才會做些事 他經常說明主 大家你有你講 我們有我們發言 大家政府是會聽的 幾個對社都有見證的 好多謝王女士 希望大家保持定罪 讓我們這個論壇能夠進行得順利 請蔡文庸女士 請大家尊重這個論壇 請蔡文庸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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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庸女士 她指出了 第四個方案 其中第三個方案 基本上不止 不同於兩個方案 五方案差不多 那選民好像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權力 對誰是不公平的 這些就不是符合《基本法》 有關立法會 有選舉產生的懷疑 謝謝 好 好 好 謝謝蔡文庸女士 現在請洪秀容女士 請蔡文庸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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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請蔡文庸女士 請蔡文庸女士 請蔡文庸女士 稍後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一下 第一,在資深文件內的方案課 在細節提到其中一個建議是以直言空 但在資深文件內寫了 要進一步研究究竟與法律的問題有沒有衝突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進展 大家明白嗎? 第二,在方案課中提到 同名單候選人,同名單代表 我只是想問一個比較假設性的舉例 原本輪不到同名單的候選人 跳了檔,由B檔,A檔,A檔,B檔 不要緊張 那詞一職的應該輪到那一 你們的精神希望維持那張名單 所謂的勢力分,但都跳了檔 假設出這個情況,你們怎樣處理呢? 我一請林局長就著剛才的發言 再報回應,請局長 好,多謝大家這五個發言和問題的意見 首先就是文先生 你剛才就說我們應該採納一個 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案 那你就認為呢 如果譬如用方案四 我們圓空這些議席 直至到最後任期的一年 那就不要再搞這些補選了 而你也認為 訪問一,請辭了的議員 不要回來參加這個補選 這兩個呢 我看到你都認為是支持的 可以支持的 那我多謝你的意見 我們的目標呢 確實是需要有一個徹底的答案 這個漏洞是要堵塞的 正如你今天阿朵 今天聽到很多的市民呢 都認為這個漏洞是需要堵塞的 那但是呢 到底是甚麼的方案 是符合基本法 還是有限呢 我們依然繼續有 那還有呢 我想告訴你呢 我們現在的替補安排 只是適用於這個地區直選 還有超級五席的名單投票制的 傳統的功能界別 如果商會、工會、專業條件 因為它大部分都是單票制 我們是不會用這個替補機制 因為不是一個比例在補制的選舉 而黃女士 不好意思 你們兩度發言 才能聽清楚你的意見 不論是家庭主婦 或者其他行業的市民呢 那個意見呢 都是很重要的 你說得對 你說我老啊 老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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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即是我們在香港呢 即是老中青的意見呢 都應當受到尊重 不是當你公共和人 不需要 你那隻 呃 對不起 你如果參加我們這個會議呢 麻煩你說話應該要尊重點 我們今天是請所有的朋友 尊重其他參加人士 如果是繼續不搜集 我們是不排除邀請你立即離場 伊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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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任何政見我們都可以在這裏表達 但是要尊重各自市民的身份 不論是家庭主婦或者其他行業的人士 大家都是珍惜香港這個民主政制逐步發展 邁向2017年2020年的普選 我們現在是希望找一個方法去調節一下 我們現有的選舉制度 讓大家在大選期間已經選出了這個議員 和可以提補的候選人 但是最後的方案我們依然要再評估一下才定 蔡女士你問如果我們是用這個提補機制 如何是符合基本法的68條 我們的立法會是由選舉產生 因為大家在2012年9月份去參加這個大選的時候 你看這些名單 你認為哪個名單值得支持你一提 那就是投一個位的候選人總票數足夠 就可以入局做議員 如果再多票數足夠的票數 也可以第二位入局做議員 如果在四年任期內 有任何一位兩位去退 辭職或者是其他的情況 他不可以再做議員 那你就由你已經剃了那個名單 那些其他的候選人排頭位的 來替補 那所以這一個在大選期間大家做的選擇 是符合基本法68條的安排 因為那個選擇依然是市民選出來的 那而洪女士你說大家應該和平共處 這個是完全正確的 那多謝大家今天來表達的意見 那而莫先生呢 你問了兩個的問題 你問了兩個的問題 莫先生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我們這個方案四日 沿空這些議席 到底是不是有進展有沒有結論 目前我們沒有結論 如果要沿空這些議席呢 其實就是我們是 有一些的顧慮 是不是不符合基本法 是要求我們有70位的議員在位的呢 那至於你問 如果是當選之後 那就是有空缺出現 但是那個候補的候選人呢 他已經是轉了黨派 那又怎樣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任何的黨派 他們都要面對可能發生的情況 其實我往往在外國都見過的 如果有議會的議員呢 他大選入了國會做議員了 那他在幾年的任期之間 他都可以轉黨派 那所以不論是已經選上的議員 或者可能等著有機會做提告的候選人 轉黨派呢 都是在這個政黨政治底下呢 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那每一個黨派的負責人呢 他們就要評估這些機會 來造成他們的名單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